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拜登昨天以不公平竞争为有 呼吁大幅提高对中国的钢铁关税 还有在昨天的演讲中 他指责中国排外 并说中国有真正的问题 尽管中方对美国总统的这些评论有何回应 关于你提到的有关言论 我想问问美方这些话 到底是在说中国还是美国自己 对 所以连华春莹都在X上面贴出来 说你这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 天然气还有许多产品 这个最大的出口国 那你怎么不用同样的标准 讲说你自己产能过剩呢 一天到晚在讲说 你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反正遇到了美国自己标准又都不一样 那FBI现在也要跳出来讲 是不是要多一点这个 什么话语权给布林肯带着 他们讲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骇客已经入侵到美国 有23家的基建公司都已经变成了目标了 随时这种毁灭性的攻击可以随时爆发 他说这叫做这个福特台风的骇客行动 他们已经都骇入了这些 比方像是电信 能源 水物 这些关键的公司 只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就可以发动毁灭性的一击 就是瘫痪掉所有美国的什么电信 能源什么的 讲的会声会影很可怕的样子 感觉上面是不是有一点好像这个 好莱坞剧情那种真实版上演 不知道真实性是如何 还有美国现在也施压墨西哥 说你要停止提供中国的电动车制造商 一些什么激励措施 有三名知情的墨西哥官员 私下透露 他说美国现在在对他们施压 就希望说 要跟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商 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所以反正关税也好 駭客也好 电动车也好 通通都变成这个拜登选举 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文章的一些话题呢 那再来看一下晶片业的业者 感觉美国一直要围堵中国大陆 可是人家不愿意配合 荷兰的爱斯摩尔的执行长讲说 没有理由不卖给中国大陆 我就是为客户的设备提供一些服务 那现在因为持续在压制 中国大陆的晶片制造 所以美国一直要说服说 你荷兰也要站我这边 日本也是韩国也要站我这边 你们通通都要站我这边 我们今天是为了安全 要一起来限制中国大陆 获取半导体的技术 那结果爱斯摩尔的执行长就吐槽 就说没道理啊 我只是给予设备一些相关的服务 那尽管美国现在收紧一些出口的限制 但是数据会说话 爱斯摩尔在中国大陆 占他第一季整体系统销售额将近50% 49% 那所以相对来说 好像你们其他市场提供的是 大概占比多少呢 对于台湾这边的销售减少了一半以上 对于美国的销售则是下降了5% 大概目前只有占6个百分点 所以难怪他们就是更加看重 中国大陆的市场 那还不止荷兰的这个晶片 这个爱斯摩尔 美国的晶片厂也是很希望 能够进去大陆市场 美国媒体在讲说 现在美国的晶片商 设备商都在寻找 怎么样可以绕过这个制裁 或找到这个漏洞 可以推动一些豁免 然后可以保住他们 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的销售额 在这样的一个制裁之下 还是大赚数十亿美元 所以逐渐这个大陆市场 对于这个晶片业来说的一个 影响力跟吸引力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出来 就是越是打 这个中国大陆越是强 这个拜登恐怕他都想不到 这样子一直在围堵的方式 反倒是让中国大陆的 成熟晶片制程的产量 暴增了40% 就被人家形容 这可能就是 这个反倒是推升了 这个中国大陆传统晶片市场当中 现在越来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华为昨天 就突袭式的开买 其实也不算突袭 就是它这个P系列 在12年前的同一天 4月18号上市 那现在 昨天这个推出来之后 反应非常的好 人家就想说 恐怕是直接会冲击到 iPhone的销量 那它这一次的新手机里面 还主打AI摄影 还有甚至有这个 中东的土豪都直接来询问产品 他们也很想买 但是可是连中国大陆 他们自己一分钟之内 网路上面全部都抢完 很多人就直冲专卖店 也都没有抢到 现在通通都要等候补了 那这样子的AI的摄影 也是一个新的功能 人家讲说 哇 是这个盘古大模型 而且还具备更好的 语音助手跟文案 然后影像生成的一些功能 那价格他们现在定在 这个4599元人民币 这样子有分等级 那最贵的是 大概1万多块人民币 你同样可以用这个 北斗卫星 就可以打卫星电话 除此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公开信 就讲说 接下来还可以支持 这个质感支付 然后还有这个AI消除 AI云增墙 这些相关的应用 那最可怕的是在这边 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是 鸿蒙系统 他们现在已经喊出来 有5000个手机APP 将要全面的 转移到鸿蒙系统 换句话说 是不是直接跟 Android系统开始叫板 就说 我现在张开双臂 让更多的APP系统 可以APP移动到 我们的鸿蒙系统 那它就是更有 这个市场的竞争力 那这个可能直接影响的 不会是iOS系统 是Android系统会首当其冲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这个布林肯来之前 需要有这么多动作吗 布林肯我觉得这次去中国 主要的目的是要谈俄乌战争 因为他们发现 俄罗斯的军工的生产 大量使用中国大陆的零组件 包括电子零组件 电机零组件 机械零组件 可是中国大陆基本上 是跟俄罗斯的民间公司贸易 因为去年的贸易额 高达2400亿美元 那中国大陆怎么知道 俄罗斯的公司最后卖给谁 这个如果真的要搞 就变成刺激制裁了 就你要知道你最终的使用者 这个坦白讲贸易商不会知道 制造商更不可能知道 谁会去查这个 可是现实情况就是 俄罗斯的军工产品 真的有很多中国的零组件 早期也有查出来台湾的零组件 所以我觉得布林肯主要是要谈这件事 因为他发现 如果俄罗斯目前军工生产 这样的进度下去 大概在两个月乌克兰就投降了 撑不住 所以其他的我觉得大概都是附带的 比如说菲律宾 或者是什么产能过剩 因为叶伦越来越像民进党 就是双标党 所以连叶伦都在搞双标 民主党原来最有形象的人 都变成这样了 更何况是布林肯 所以华春莹列出这些项目 只是在说你自己不是一样 产能过剩 所以你在那边鬼叫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吵 美国大概还是用老招 启动301调查 他才不管你 所以比如说钢跟铝 他就一下给你关税增加三倍 1995年美国曾经对日本的汽车 关税增加100%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用301来对付你 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太阳人的产品 汽车 是让汽车进去美国的很少 他就是要用这个来对付你 反正这个当然就让比亚迪 你要不要卖给美国 你自己想一想吧 反正你现在又没有 所以就不用急了 就卖墨西哥就好了 不然你未来那个变数太多了 那今年刚好是选举年 坦白说 拜登也是在雇 你去想一想美国钢铁要卖 日本钢铁都不准卖了 所以他就是在雇自己的劳工票 所以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讨论 那阿斯麦我觉得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定论 就说你要叫我不要再卖 那我可以接受美国的看法 可是我已经卖了 你叫我不要做售后服务 这说不过去 这叫我公然违反合约 这个太过分了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做出合理的一个面对 其实我现在在观察欧洲 各国的态度大概都是这样 就他比较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 在做个案的处理 大概是这样 好 来请教严老师 我觉得华春莹提这个真的是很正确的 因为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 看这个美国的产能过剩 我也是第一手的看到 我在美国中西部住的时候 我在农家看他们那个生产玉米 还有这个大豆 真的就是你从俄亥俄州 印尼安娜州 伊尼诺到爱荷华州 全部都是这些农产品 真的是大量生产 然后后来我就问我的那个朋友 农夫朋友 我说这块地怎么空了 他说我们政府付钱给我们 叫我们不要再惨了 太多了 那这样算不算补贴 也有 对不对 然后美国有没有产能过剩 绝对有产能过剩 美国的农业真的产能过剩 所以华春莹提出这个 确实是美国的一个 没有话讲 的确是这样 美国也是 一开头的时候 美国是保存他自己的能源 就尽量往中东那边买 后来因为美国强调所谓的能源自主 所以美国的天然气也好 美国的这个石油开发的就比较多了 很多 那美国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多 它同时又有绿电 我觉得也是一样 你也是产能过剩 怎么不是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 美国去指控别的国家 然后要求要提高关税 那我自己研究美国历史里头 看任何时候 当美国提出关税的时候 都是美国竞争不过别人的时候 就是从早期 刚独立不久 他要跟欧洲竞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美国国内闹得很大 因为什么 南部的中西部的农产品 想向往欧洲 欧洲就说 可是你的东北部的工业产品 你搞那么大的关税 不让我们进来 那我们也要把你农产品加关税 所以美国19世纪就是一直在搞关税 就是因为它的工业水准 还没到欧洲这个程度 然后20世纪 它搞了两次关税 最严重的关税就是 我们看到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 弄了几个关税 结果全世界经济恐慌 没有办法透过关税来拯救 除了这个之外 搞了还搞了希特勒的兴起 所以我就觉得说 美国过去你关税历史 都不是好的 为什么现在又开始拿出关税 可是关税就是有一个 我们叫做populist 就是非常民粹 大家一听到有关税 都觉得说 就像川普讲的 以为关税是跟中国人争的 搞不清楚 是跟美国的消费者在争关税 所以是美国的消费者倒霉 可是大部分的美国人 没有去想到这么多 觉得说关税好 保护我们的工作 可是没发现 忽然所有进口的中国产品 全部变贵了 你这些钢铁不用中国的钢铁 的材料 结果美国的产品也贵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美国的消费者赤亏最大 但是选票一开头的时候 确实在民粹挂帅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有用的 但是现在的美中之间 我觉得最近看到 这么多的访问交流对话 我觉得就有几个字 就是我们过去二三十年 读的几个强国之间 什么信心建立措施 军备管控 怎么大家都不谈这些了 现在都是在竞争 然后都是在制裁 然后都没有想要 好像建立一点信心措施 现在所谓的双方的高层对话 也只不过就是说 维持一个我们有一个对话的机制 我不觉得他们在解决问题 好 来 请介绍舰长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 最近可能欧美对中国的制裁 都可能觉得说很心烦 又有点担心 可是我最近聊了一些事情 聊了一些事情 我就发觉难怪会这样子 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东西 叫做盾购机 就是砖三栋子 像我们雪山隧道 就有一个盾购机 它前面有一个东西 一直在圆盘转 那个的长度可以长到多长 六七十公尺 几乎是一个装甲火车 更长可以上百公尺 以前这个盾购机 只有欧美能够做 因为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 会去买这么大一个东西 砖那个山洞 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贵 那现在呢 现在中国大陆到处在砖 砖隧道 砖山洞 基建 中国大陆突然一下子 自己做起了很多的盾购机 然后它的量很大 量一大 它的价格就掉下来 结果原来欧美在这些 卖专利盾购机的 它说它的最高的价格 现在只能卖五百万美金 是它以前最好时期的 二十分之一 我突然一下子知道说 就好比说 那个比亚迪的 它价格只有六千多块钱 那个